聚焦追剧素公主 最近万众期待的鬼吹灯和黄皮紙本终于上线了 阵容那叫一个豪华 质感那叫一个精良 导演是广虎 男主是软晶天 原著是鬼吹灯系列里面最扑朔迷离细思极恐的一幕 预告片里面粗粗透出高级的电影稿 一上线我们就一口气看看六集没想到 他竟然玩疯了 他到底蹦在哪里呢 焦也放片 男主叫做不说你们也知道胡八一 他有一本不说你们也知道的16日阴阳风水秘书 他的背景是不说你们也知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说点大家不知道的行不行 各位相信听我说 安静 之前是京东 现在是软晶天 为什么要换演员 这个你们不懂吗 同样是上山下乡 同样在冰天雪地里面挖粉 同样当个胖子和春丘 同样有个说话说了一半的老头 不换演员 你能知道是另外一部片吗 你哪这么多废话 类似 福八一和胖子 一不为钱财 二不为文物 三不为天脸律师 偏偏微了 抓黄皮子换水果糖 金橘子味 金梅子味 天真了吧 小孩子的水果糖 跟大人的水果糖能一样吗 勇俊 别别别 听我来啊 别别别 听我来啊 这个黄皮子 也就是黄鼠狼 是当地的神物 一开始村民们是不让他们去抓的 可是架不住胡八一一口一个美丽 一口一个苏修 一口给革命事业添砖加瓦 一口又为支持世界革命做贡献 为了让这个毛盖老师赶紧闭嘴 村民们只能重了 于是 他们在抓黄皮子时 误打误状发现了黄皮子的神力 又误打误状地逃出了着火的墓室 抓住的黄皮子误打误状地跑了 打人熊靠误打误状 反派雪尔黑爪的鬼牙们 照样靠误打误状 所以说我们盗部片了 什么时候能够不再靠误打误状推剧情 那盗部片才会真正好看起来 那不是 再说人数 满口敏蓝口音 却主席语录出口成章的转心天 整理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潜伏的敌贴吗 你说 是在里儿吗 而他官方唯一指定CP王胖子 也在一次又一次被翻拍中被累得越来越瘦 生动地演绎了一个月减重100斤 不是梦想的励志传奇 而随着他体重的减少 也伴随着王胖子的智商迅速下降 事到如今 泪绝无碍的网友们对于鬼屈等个选角 只剩下两个要求 第一 胡八一至少要会说普通话 第二 王胖子至少不能比胡八一瘦啊大哥 还有 全篇我最同情的 莫过于饰演院子的上海姑娘 她做过最艰难的事 不是用无音软语述说大茶之味的普通话 而是那种为了艺术不惜智慧的精神 你看看你看看 人家生活中是这样 这样 这样呢 然后你让人家 穿成了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你可能要问了 黑喜欢上了青梅竹马的燕子 而燕子喜欢上了福八一 福八一因为偷看了画眉洗澡两个人情愫暗生 而胖子就偷看了福八一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逃离内蒙苍茫大地的牛星山 不远万里来到大东北 只今创作者想要在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上 至今的久木让无数都市男女魂牵梦药的乡村爱情 虎子杀子相称爱情 管福列斯科是电影导演夏凡 号称要把网剧拍出电影的质感 人家做到了 做到做到 听不见画面上下加了黑边加了滤镜 谁说不像电影 我跟他急 可是剧情节制却比鬼陈电视剧还脱胎啊 你力气不要那么重好不好 人家腾讯不是提供了两倍数播放吗 无此仓人 为啥子不提供四倍数 那你说为什么广火导演这次总是让爱情来的那么莫名其妙啊 年轻人喜欢嘛 那么为什么幼洋剧里面那个人老是装傻卖萌呢 年轻人喜欢啊 那也就是说每一次在危机的关头 总是让他们在最紧急的时候突然搞笑一下 也是因为年轻人喜欢咯 所以 你现在晓得黄皮脂粉到底绷在哪儿了吗 没有错 就好像你妈逼你穿秋裤一样 比这件事情更可怕咧 是一个60后的导演 觉得年轻人好喜欢 我是市长 一个被称为电视剧绞肉之一的男人 我是焦野 一个对那种说法无法辩驳的男人 我们下期再见 哎花花 你来我们这边也做了一段时间的运营了 有什么结论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有我发现我们粉丝的构成有点奇怪 他们两期分化特别严重 那有一种粉丝 联名主要集中在10到19岁 他占到了粉丝的一半 而且他们光烫的时间都集中在网自习 留言的内容最多就是吹根 吹根不要理他 还有呢 还有就是跟你们说下晚安啊 或者问一下作业怎么写 这个我们倒是散发 然后还有一种粉丝就更夸张了 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上 占到了三成 而且基本上都在关心局场里的私生活的问题 是这样子 这种基本上都是我那个广西家乡里面的一些亲戚 不用管他 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还真有 就是我发现还有另外一种粉丝 他们从来不转发 不评论又不点赞 而且也一直没有取关我 就属于那种一直默默守候的那种 而且他们对局教的需求非常的狂热 每次一发片他们就冲进来 就像刚刚那个前台妹妹那边就拦住了一个 你是说现在有粉丝在门口外面 然后你给人家拦住了 你怎么干啥 说好粉丝呢 局长 我靠 湘妍 啊 我好喜欢你们啊 我真是好喜欢你们啊 我真是好喜欢你们啊 开开 开开 开开